凡有人之处 必有华人 当时的高僧大德里 镜空法师是最知名之一 他没有性和背景 更无一张学历 仅仅凭着持续五十三年不断地讲经弘法 忠诚一代名僧 他宣扬佛陀圣者人生 提倡多元宗教 弟子遍布全球 终如一道清流 安定了无数颗迷惘的心 本期第一访谈 专访高僧 镜空法师 敬请关注 大家好 这里是华人频道第一访谈节目 我是妮子 今天我们在香港的九龙很有幸地见到了 佛教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高僧大德 镜空法师 那今天我们有一些问题要向老法师进行请教 静空老教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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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见到您 您好 那在节目的开始我想问一下您 就是什么是佛教 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吗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 应该是公元67年 公元67年 汉朝明帝十年 使中国帝王派特使从西域 就是现在的新疆 请来两位高僧 印度人 摩腾跟朱华兰 这永平十年的事情 公元67年 那么来到中国之后 跟中国朝野一接触 中国人很欢喜 那为什么中国人会觉得欢喜呢 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的这个基础 立足点 跟我们中国完全相同 您指的是传统文化这方面 对 都是以校为中心 佛教是从校做出来的 中国人也是从校到 随着越谈越接近 而且意境非常之高 我们觉得很佩服 那么到中国来之后 就像英国唐恩比所说的 在中国的古时候 中国人心量很大 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 心量很大 就是指这个佛教 印度 它是印度东西 所以佛教呢 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 把中国本土文化提升了 您指的佛教把中国传统文化来提升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佛教有影响吗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佛教 有没有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当然受影响 那受影响可深了 可不是普通的影响 已经跟中国文化融成一体了 所以今天在国外讲汉序 内容就是如实道 就包含这三个 就是 如实道是中国传统文化 少一个都不行 那是指的就是佛学的内容实际上 对 因为很多人现在都有佛法了 了解的不够透支 产生很多误会 没错 您刚才其实讲到的是一个佛教传过来的一个历史 如果让您用最简单或者说最简洁 最易懂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佛教 您觉得它是一个宗教呢 还是说是一门学问呢 还是怎么样呢 实在讲 它不是宗教 宗教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要有一个造物主 创造宇宙的神 佛教没有 佛教在中国 这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 我们传统文化衰了200年了 这个开端应该是慈禧太后 慈禧自称为老佛爷 对 高高在上了 把这个中国古生献献都放在下面 把中国的老祖宗们全部都放在下面 中国人上心下笑 看到最上的领导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对佛教过去那种热忱 热心学习就降温了 那么到清朝末年 可以说到了低谷了 还有人讲很少不多了 不像200年前讲的人多 那时候寺院安堂都是真正有学问 有道德的修行人 您讲的原来的寺院 对 200年前的 那跟我们现在的寺院有区别吗 不一样 现在寺院里面出家人不学了 那这经常只念 只念 不知道里面的意思 没有办法把今天所谓的教训落实到生活 就是说大家只是在念 但是理解不了它寺院的寺院 对 不错 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帅下没有人教了 没有人学了 那么在民国这个年间 前面是五四运动 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后面是文化大革命 彻底摧毁 所以现在中国人不认识中国文化 这很可悲的事情 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不如外国人 您指的外国人有 外国人确实有很多比中国人讲得透彻 讲得清楚 这是我们接触过的 所以这是一种很遗憾的思绪 我们一定在今天要证明 名不真 则言不顺 所以我们用的是加了两个词 佛陀教育 我们这个协会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我在台北有一个基金会 是佛陀教育基金会 为什么要叫佛陀教育 它是教育 就一定要把教育这两个字 对对 不要叫让人误会 它是宗教 以为是宗教 对对对 那这个是 这是我学写的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 那佛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是无量光 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出来的 无量光 对 第二个是无量寿 寿命无量 光明无量 光明是智慧 就是无量的智慧 这个光指的是智 而智慧啊 受呢 指的是佛德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佛德 如果不要它了 我们就不要智慧 不要智慧就愚痴 不要佛报就贫贱 这谁都不愿意 那怎么可以不要佛呢 所以佛到中国的时候 非常受欢迎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您说的这个佛 我们学佛 其实学的是一种 做人处事的一种智慧 对 对 而且这个智慧啊 真正能够解决 现在二十一世纪 全世界的社会问题 只有智慧能解决 知识不能解决 为什么 这个知识和知识 知识 知识有局限性的 有局限性的 而且有后遗症 或许说 识是知识 中国传统学问 中国传统学问是智慧 完全不相同 唐恩比我 这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这个七十年代的 他访问日本 谈这个问题 在我看到这个记录 他说的话 他说解决二十一世纪 学会问题 只有孔孟学说 跟大乘佛法 除这个救不了世界 为什么 他的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他叫人做好人 人都能做好人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人 天下太平 那就是说 每一个人把自己做好 对问题就解决了 对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中国传统讲人性本善 那么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个比人心本善讲的还彻底 本来是佛 你要受到好的教育的时候 人人都能做佛 所以佛非常重视教育 没有一尊佛菩萨都是教育家 个个都是 极乐世界真美好 极乐世界的教训 没有一天正在